经过炒熟,压榨,水化,工地油房一大早就开始忙碌 生火 调试机器 炸油之前 先用缝车去掉菜籽里的杂质和碎屑 这样炸出的油会更通透 进入炒炉 一次200斤 炒熟后倒进螺旋炸油机 破碎,脱皮 菜枯的温度很高 要及时散热 不然会产生明火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100斤毛油要加水1.5斤左右 目的是为了让油里面的灵芝快速聚集 再倒进绿油机 高速转动的时候 利用离心力把油里面的杂质彻底去除 红隆隆一阵响动之后 得到今年第一锅菜籽油 隔得近了 带着热气的香味扑面而来 瞬间占领五感六绝 热的初夏 以一抹漂亮的金黄色 回馈给勤劳的人们 事件万物 循环往复 踏实做好这个季节的事情 时候到了 自然会得到应有的回报